欢迎来想到政治,我是启耀 在昨天呢,我就看到这个大大个新闻 那就写着呢,我们首相安华讲说 马来西亚并非世俗国 这个言论一出来呢,就遭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尤其是非穆斯林啦 开始在骂安华呢,被欺承诺 所谓讲的这个昌明大马 讲的都是屁话 然后呢,这个柔佛州的青年团 大学事务主任呢,苏伟杰 跟是讲说,安华讲这句话呢 其实是违宪的 而且呢,充满着浓浓的这个政治意图 我就讲说,在周全前 你讲话还能不有这个政治意图吗 如果没有,稍微没有一点政治的线 真的是会很危险啊 OK,那我先讲啊 安华在昨天的论坛讲的 这个全貌长什么样子啊 他确实是有讲呢 大马并非完全的世俗国 但是他做出的解释是说 因为世俗国的意义 很多人都不同啊 尤其是对一些人 如果你讲世俗国 讲的是行政跟宗教是分离的话 那他就告诉你说 那确实马来西亚并不是世俗国 因为呢,马来西亚的这个行政跟宗教 仍然是有联系的 马来西亚仍然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作为 这个官方宗教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讲的东西是马来西亚并非世俗国 也并非神权国 OK,他这样子讲啦 OK,不懂大家是满意不不满意啦 你对我来讲呢 我当然也希望说 安华可以唐二皇子的 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就是世俗国 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 当然是希望他可以这样子讲吧 他这样子讲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怕一手 不像这一个所谓的保守势力低头什么 但是呢 以现在团结政府的局面 很明显的 很多事情上 我也不讲这单事情了 很多事情上 他们要做的 就是一方面 他们不想要背弃掉 所谓当时候他们对很多非穆斯林的承诺 但是同时间他们也知道 他们不能再失去更多的马来票了 所以他们的很多言论就必须变成这样子了 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 但是也不是神权国 我们要照顾非穆斯林同胞的这些优异生 但是我们不能够非除共打 所以他就两边都要通刺的这一个感觉 然后对于这点呢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 非穆斯林 尤其是华裔 是觉得很不满的 是觉得很失望的 所以在这次的大选的时候 其实是有挣扎 就是说到底 应不应该继续把票投给团结政府 等等的 就开始纠结 还是有谁决定要投飞票 那我就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你问我 我对于这一个世俗国的这个东西 会不会感到失望 坦白讲 会失望 因为呢 像跟很多 跟很多的华裔 跟很多的非穆斯林 我们想法一样 我们当时候投所谓的这一个团结政府上台 还得到95%的华裔的支持 大家所希望的就是他可以完全观测的实时 很多比较 我们定义底下比较公平 比较能够迎合非穆斯林 把他们融入进去国家发展的一些政策 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事情 不过 我分享一下 其实我个人呢 在看待这些事情呢 是采取一个务实主义者的 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OK 我觉得如果 你是带着理想主义者的眼睛 去看待这一些政策 还是看待团结政府的表现呢 你应该会非常的挣扎 怎么讲 意思就是讲说 比方如果你对这个团结政府 你对安华 你对他的这个 本来的预期 是所谓的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 OK 所以在这次 他做到非常不好 可能呢 他到最后实际能够做到的 只有50% 甚至更低 有人讲了 这次根本就不及格 40%好不好 所以当他从100%的预期 跌到50% 40% 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你会觉得 真的是不懂为什么 选这个政府等等的 但是同一个时间呢 大家还要想清楚一样事情 就是你对国盟的预期 跟国盟能做出多少这样事情 你也同样要预估 OK 比方讲 如果你对国盟 本来你就知道 他是可能 不是很能巴掌 你可能对他的预期只有20% OK 那他实际能做到的也就20% 所以你对他因为没有什么预期 没有什么期待 自然就没有什么失望 相比之下 因为你对团结政府的失望感 是很强烈的 跌了60分 也因此 你就觉得 很难受 我可能呢 要投飞票什么 这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会想的一个脉络 但是对我来讲呢 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 打从 这个团结政府上台过后呢 很多的政策 当然了 他们那时候 讲聊心思淡淡的时候 但是 大概心里有一个底 就是说 他们应该做不到这样多的 OK 2018年的时候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所以 你看我对这次六周周全的 这个预测 还是我本身就 并不是那么一个 乐观的人 所以就是 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不会对他有 非常非常高的期待 当然了 基本的 至少你不要跟我搞到 极端 宗教这些东西 你不要我投你做什么 这些东西还是有的 但是 如果一个 我们这样子去想的时候 我们要看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OK 撇开你的预期心理值 撇开你的这个 expectation不堪 我们看最后就是 到底是这个团结政府 还是国盟 可以给我们作为人民 带来更多的东西 或者 他们所带来的改变 是比较符合你心理预期的 明白吗 就是如果我希望的 OK 那个发展方向 我自己觉得是 仍然要不像开明 中庸 这一块 这一个路线去的 OK 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就会比较 仍然是倾向团结政府 哪怕他现在做这样事情 做的不怎么好 做到不怎么好 OK 所以 现在对我来讲 比方 团结政府 从我本来对他 可能预期很高 那是跌到现在40% 但是国盟 我对他没有什么期望 他只剩20% 务实主义者会告诉你 仍然是选团结政府 务实主义者会告诉你 选团结政府 但是 一样的 我自己心向就是 不要去左右大家的这个选择 那纯粹的从你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 你现在静下来想说 到底这个团结政府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改变 这个改变 是不是可以比起国盟给你带来的更加的多 你就这样子去想这个课题就好 对我来讲的 我仍然是觉得团结政府能够带的东西会比较好 主要原因就是整个路线 OK 安华还是整个团结政府的路线走的 就是这一个方向 OK 这个我们打开来讲 包括很多的课题 虽然他们有很多所谓的精进 OK 都是不出神什么 但是整体当你有去 时常去观察他们日常做的东西 仍然是有建树 仍然那整个发展的方向 是偏向这一个部分去的 他们所提到之前的时候 很多的政策都是针对B40 那也没有告诉你 时时机器一定只是所谓的 可能是穆斯林还是马来人的B40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期望的吗 就是扶贫 不只是针对一部分的种族 而是大甲 当然固答是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你要他马上废除 真的是强人所难 但是整个那个方向 至少我觉得是对位的 还有很多东西还应该要做 还应该要骂 比如说塞福丁那样事情 我真的真的是受不了 这样子的内政部长 应该骂 OK 他也让他跌分 不过相比其下 我还是觉得能够给我带来东西更多 比其国盟多 所以呢 我就投他 这就是务实主义者 我心里也没有太多的哥大讲什么 这是为了大局 还是这是什么 我要喊泪投下他 我没有这样多的纠结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 你觉得谁在往后可以 这五年里面 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 所谓的好处 更多的发展 所以你希望谁当权 那你就把票投给谁 就这样子 其实只要把我们的那个预期呢 你不要自己特地设下一个什么特别高的预期 你就很冷静的分析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对你的这个投票会来的更加的容易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平衡的方法了 OK 那至于有人讲说第三势力还是不投票 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讲呢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理智的 是不好的 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你选择不投票 像不投票了 其实你就等同于呢 是把你的命运交给其他人去处理 OK 也就是只要有比较多的人呢 他是觉得国盟比较好的 那你的命运就是倾向国盟这一边 哪怕是你觉得 可能现在是40分对20分都好 其实你仍然是觉得这40分 你是比较倾向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路线 那你就应该要投去40分了 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 你也可以倒过来 这是民主国家 人人各有选择 那你就投去 你应该有的那个 算是不投票本身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投票权利交给其他人 是我自己觉得作为公民 不应该的啦 不应该的 也有人要说要投这个第三势力 我觉得以这次周选来讲 如果你要投第三势力 真的真的就是 尤其是华裔啦 就等同于把办张票送给国盟啦 除非那是你想要的东西 不然的话呢 我也是觉得是 就没有符合你的本意 就不符合你的本意 不是讲你投票就等于是零 那个票因为它本来属于哪一个政党 那如果你投非票 那就是半张票呢 属于另外一个政党 明白那个意思吗 所以它并不是实质的零 零价值的这个意思 因此呢 我会呼吁大家呢 多投票 你以我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看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主要是投票的时候 不用想到太多 OK 你就想自己 人民投票本来就是为了自己而投的 OK 所以你这样子想 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啦 安华讲说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 当然是多少点失望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非常努力的 在往着本来他自己定下的这一个开明 世俗 所谓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个路线在走啦 他已经很努力了 如果他想放弃这个东西呢 他就直接讲 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 句号 后面那些东西呢 完全不用讲 那时候他一讲这句 如果他讲的是这句话 如果他是放弃的话呢 那时候我自己衡量的方法可能就不一样 不过目前来看 我觉得他仍然是很努力很努力的 要在被一直反对党这边施压的状况下 又要照顾到马来票 又要拿到华人票这边 我觉得是很不简单啦 这一些真的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就让这个东西 看他能不能有这个机会再试试看吧 OK 以台面上来看呢 我相信目前 以这个路线来看 也是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啦 OK 纯粹是我的看法 好不好 喜欢这样的这个节目的话呢 欢迎订阅阿要想到政治 我们下期见 拜拜